有这样一个小故事,一名大学教授曾经和他的几个同事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,邀请一些志愿参加实验的人来给一个化评分。他们将这些人分成两组,并且有两个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实验。 第一组,实验人员在大家平化时,自己出去买回来几瓶饮料,然后分给在座平化的每一个人,并对他们说,我问过了,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一点饮料回来?他说可以,大家放心喝,也休息一会儿。 第二组实验很正常的进行,实验人员并没有像第一组人那样跟大家买饮料。除此之外,一切都是一样的。两组实验结束之后,实验人员请求大家帮一个忙,说他正在卖彩票。 公司规定,卖掉彩票最多的人将会得到奖金,因此只要在座的各位帮个忙,每人买一份,他的奖金就没有问题了。 当然,也可以多买几份,第一组参加实验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实验人员的要求,而第二组参加实验的人,却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。 根据实验的结果,教授总结说,两组参与者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明显的差别,关键就在于那些饮料。 多半情况下,那些接受了他人恩惠的人,总是想要做点什么来做出回报。 心理学上叫做互惠效应。 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,我们不难看出,友好的行为赢得友好,付出会有相应的回报。 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,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。 社会家孙丽萍曾经也提出过一个概念,底层沦陷。 如果你深处底层,就很容易陷入一种互害模式,大家你踩我,我踩你,由于我们把大量的精力都用来伤害对方,没有精力去提升,谁都没有办法逃离,最后集体陷入一种沦陷之中。 正如互惠定律告诉我们,若者喜欢互失,只会损人不利己,强者互助才能彼此成就。 所以互惠定律给我们的启示是,我们与人交往时要具备双赢思维,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。 而其中,双赢思维才是真正的强者思维。双赢思维是人意交往的哲学,它能帮助我们获得想要的资源,和他人实现互惠互利。 互惠效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,一旦人们在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好处,往往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平衡这种心理,否则会觉得精神上饱受折磨。 人们当然不会都以同样的方式回报,但只要对方提出帮忙的需求,他们都会积极回应,力求借机机会做点什么。 这个原理也教会了我们,在日常交往中,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,关怀他人就是关怀自己,付出的越多,得到的也就越多。 你的付出和关爱,对方会感受到,总有一天他会想办法来回报你。 戴尔·卡奈基也说过类似的话,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关心他人,那么他在两个月内所接交到的朋友,要比一个总想让别人来关心自己的人,在两年内交到的朋友多得多。 这正是互惠效应告诉我们的道理。 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职场里,双影思维都很重要,有一句老话,帮人其实就是帮自己。 我们身边的很多这样的例子。 期末考试前,小美因为有事请假了,没有听到老师话的考试重点。 她找社友,琪琪问重点时,琪琪却不想分享自己的笔记。 小美只能够找另外一个社友,小丽问重点。 而小丽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 考试时,琪琪发现大部分题目都是平时课题上强调过的重点。 而小丽因为和小美共享了笔记,也得到了小美平时上课时记下的重点。 生活上和职场上也是如此,这就是双赢思维,看似在帮别人过河,其实也给自己搭了桥。 不光是我们,还有不少商界大佬都懂得这个道理。 美国商界就有一句名言,如果你不能够战胜对手,就加入到他们中间去。 现代竞争不但是你使我活,而是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。